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星辰大海蛋糕,探索宇宙的甜蜜 二草莓香槟慕斯,爱恋的粉红泡沫 三蔓越莓酸奶蛋糕,酸甜蛟龙的健康风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星辰大海蛋糕 探索宇宙的甜蜜 各位宇宙探险家和甜点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甜蜜的宇宙奥秘 星辰大海蛋糕 这不仅仅是一块蛋糕 而是一次味蕾上的星际旅行 一个江堂,乃有与梦想混合在一起的甜蜜宇宙 首先,让我们从这个蛋糕的名字谈起 星辰大海,这四个字就像是诗人眼中的宇宙 既浩瀚又神秘 当这个诗意的名字与蛋糕结合时 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对于无限可能性的渴望和对遥远星球的遐想 这款蛋糕通常会用上深邃的蓝色或黑色作为基调 上面点缀住缤纷的糖果、巧克力或是食用金箔 模仿星空中闪烁的星星 有时,糕点师傅们甚至会在蛋糕表面绘制出银河系的漩涡 或者用闪亮的糖珠代表遥远的星系 让人一眼望去就仿佛看到了一个缩小版的宇宙 但是,这个蛋糕不仅仅是外观上的宇宙 它的内在也充满了惊喜 想象一下,当你用刀切开这个星辰大海 层层叠叠的蛋糕夹心就像是宇宙中的次元层次 或许会有满满的星星点点 那是由各种口味的脆珠或是果酱所构成 每一口都可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会遇到什么惊喜 就像是真正的宇宙探险一样充满未知 当然,这样一款蛋糕 除了视觉和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在每一个特别的庆祝时刻 或许是生日、毕业 甚至是一次成功的太空任务 星辰大海蛋糕都能够代表住 对未来的美好祝福和对梦想的追求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星辰大海蛋糕还有一个隐喻意义 它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也能够找到宇宙般的奇妙和深远 每一次品尝 都是一次心灵上的小小探险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 也能够偶尔抬头仰望星空 思考那些远大而深邃的问题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块星辰大海蛋糕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是一位勇敢的宇宙探险家 即将起航前往一个甜蜜的星际之旅 而这块蛋糕 就是你的太空船 带你穿梭于糖衣覆盖的星系之间 探索那些味蕾上的未知领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草莓香槟慕斯 爱恋的粉红泡沫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道令人心跳加速 脸颊泛红的甜点 草莓香槟慕斯 一道可以说是爱情滋味的粉红泡沫 首先,让我们从草莓说起 草莓 这个被誉为爱情果实的小红莓 不仅色则有人 形状还像一颗星 自古以来就是恋人们传情达意的象征 而当他遇上了香槟 那种高贵的气泡酒 就像是一段平凡爱情故事中 突如其来的浪漫惊喜 让人心醉神迷 草莓香槟慕斯 这道甜点就像是一段爱情的缩影 它的制作需要细心和耐心 就像经营一段感情一样 首先,你需要挑选新鲜的草莓 细心地将它们清洗,切片 这就像是恋爱出气的甜蜜约会 每一个小细节都充满了期待和喜悦 接着,将草莓和香槟混合 加入唐芬和明交 这一步就像是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加深 需要加入甜言蜜语和承诺 来巩固彼此的感情 然后,将混合物轻轻地倒入模具中 静待它凝固 这就像是爱情中的等待和忍耐 期盼住美好的结果 最后,当穆斯凝固成形 托墨后呈现出那粉嫩嫩 轻盈如云的模样 就像是爱情接触的甜美果实 让人忍不住想要细细品尝 每一口都是草莓的酸甜与香槟的微醺 就像是恋爱中的喜悦与激动 让人沉醉其中 草莓香槟慕斯不仅是一道甜点 它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以众对爱情的赞歌 它告诉我们 爱情就像是烹饪一道精致的甜点 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和经营 才能够品尝到那最终的甜蜜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草莓香槟慕斯时 不妨想想那些与爱情相关的小故事 或许你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还是一杯满一株爱意的粉红泡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蔓越莓酸奶蛋糕 酸甜交融的健康风味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既能满足你的味蕾 又能让你的身体感到愉悦的甜点 蔓越莓酸奶蛋糕 这道甜点是如何将酸甜交融 并且在健康和美味之间 找到完美平衡的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蔓越莓 这个小巧的红宝石 不仅色则有人 而且还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质 它的酸味能够唤醒你的味蕾 就像是一位严厉的音乐老师 确保每一个味道 都能准确地发挥它的作用 接着是酸奶 这位温和的营养专家 不仅为蛋糕带来了绵密的质感 还默默地为你的肠道健康加分 它的微妙酸味 与蔓越莓的酸味相得一张 就像是一对舞台上默契十足的舞伴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蛋糕本身 这个基础的结构 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 巧妙地将所有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既稳固又美观的作品 蛋糕的甜味和松软的质地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让蔓越莓和酸奶的风味得以展现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当你咬下一口蔓越莓酸奶蛋糕时 首先迎接你的是蔓越莓的酸甜滋味 它就像是一位活泼的小丑 跳跃在你的舌尖上 紧接着 酸奶的滑顺质感和温和的酸味 像是一位优雅的芭蕾舞者 轻盈地在你的味蕾上旋转 最后 蛋糕的甜美和松软 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给予你最后的满足感 这道蔓越莓酸奶蛋糕 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健康的饗宴 它证明了 美味和健康病不是水火不容 而是可以像最佳拍档一样 携手共创美好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犒赏自己的时候 不妨试试这道既能满足你的甜蜜欲望 又能让你的身体 感到愉悦的蔓越莓酸奶蛋糕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三款美味的甜点 分别是星辰大海蛋糕 草莓香槟慕丝和蔓越莓酸奶蛋糕 这些甜点不仅在外观上令人赏心悦目 更在口感上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满足 星辰大海蛋糕带给我们的是对宇宙的遐想 和无限可能性的渴望 每一口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让我们在味蕾上 也能感受到宇宙的神秘和奇妙 草莓香槟慕丝 则将爱情的粉红泡沫融入到甜点中 用草莓和香槟的酸甜交融 让我们品味到了爱情的甜美和浪漫 而蔓越莓酸奶蛋糕 则是一道健康的甜点 它将蔓越莓的酸味和酸奶的滑顺质感 结合在一起 给我们带来了酸甜交融的美味享受 这些甜点不仅是一种美食享受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对生活的思考 他们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探索宇宙的星辰大海中 还是在爱情的粉红泡沫中 甚至是在健康的酸甜交融中 我们都能够找到生活中的美好和深远 那么对于这些甜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